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将展开一场全能特战队员选拔 他们当中只有12人有资格走上总队巅峰比武的赛场 备战总队巅峰比武 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 有 有 总队 特战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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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你跑得快越慢 尤其是下 上山还好一点 袁泽祥是特战一中队的小队长 今天却成了大家心目中最具有威胁力的竞争对手 而袁泽祥则把超越副小队长赵鹏 看成他这次选拔赛中最大的目标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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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保障人员注意 第一组 三 两 一 开始 第一项内容有一个很刺激的名字 生死存亡 首先 队员们要沿着45度的山坡 奔跑30米抢占高地 再用高精度狙击枝枪 对400米之外的钢板板实施射击 第一个狙击枯枝对我来说难度不是很大 只是打了一个固定目标 而且不到400米 我就当时在国外参加比赛 之前的一个适应性训练 我们打一个900米开外的一个50x50的山坡板 那时候上把率也是挺高的 顺利完成400米狙击课目之后 赵鹏迅速赶往了下一个作业点 随后出场的几组选手也都为自己争得了开门红 接下来该云泽翔上场了 上来以后打第二发弹 强制就出现了故障 但是这个科目这个故障其实很好排除 但是当时由于自己心里也比较着急 手脚就出现了忙乱 就由于时间 时间一直在走着 就不想在这个科目浪费过多的时间 然后就往下一个科目前进 四号目标点 显示目标 此时的赵鹏已经到达第二个科目 石途用途的作业点了 石途用途是各级指挥员必须掌握的一项技能 然而作为一名士官 石途用途却是赵鹏之前很少接触的科目 果然 在这个科目上 赵鹏的计算出现了很大的误差 被扣了不到分 而此时 袁泽翔也赶到了第二个作业点 虚击科目的失误 让袁泽翔倍感压力 接下来的每一个科目 他都不能掉以轻心 石途用途是他的强项 他很快在规定时间内准确完成了作业 这无疑拉近了他和赵鹏的比分 局势似乎又回到了最初的状态 事实上 在这次比武中 带给每名队员最大压力的 并非是科目本身 而是紧迫的时间 这就使得及时比拼的是已经训练的非常熟练的 过程中也会充满很多不确定因素 生死从亡的第三个科目是无声射杀 原本是竞争对手的赵鹏和同所另一位队员张北 像是在刻意保持着相同的速度前进 原来赵鹏和张北作为搭档 一起参加过很多国内外特战比武 两人早已成为最默契的搭档 这让二人不自觉放弃了与对方的竞争 协同配合 到达射击地线 几乎是同时完成了弓弩射击 800米陡峭的山路 这让许多队员在奔跑的过程中轻疲力尽 但袁泽翔的比武状态却渐入佳境 袁泽翔个头不高 但身体灵活 反应机密 在入伍前就练过中长跑 这使体能突出 再加上他在突击专业上很有天赋 因此取得过不少的好成绩 狙击科目射错之后 袁泽翔再没出现任何失误 他的成绩正在一步步逼近赵鹏 这让赵鹏也感到厉 这36个人带动 跟我最有竞争力的应该是 我们排长袁泽翔 他体能好 我可能就占一点专业的优势 赵鹏是袁泽翔一手带出来的兵 在近几年国内外的特战比武中逐渐展露头角 2017年9月 在总队特战比武中 赵鹏夺得了狙击专业第一名 2018年4月 他和战友一同出国 参加了第10届勇士特种兵比武竞赛 获得团体第4名 自2014年12月入伍 不到6年间 赵鹏两次容力三等功 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 这次比武中的重头戏 无论是难度还是危险系数 都是这次比武中最高的 赵鹏由你先对排豹作业区进行作业 赵鹏由你对救护作业区进行作业 开始作业 此时赵鹏并不知道 他的父亲也来到了比武现场 从比武开始就在一旁默默地关注着他 赵鹏这孩子 他的家庭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家庭 入伍前他母亲患重病去世了 他父亲一个人扛起了家庭的重担 他父亲一直有一个心愿 想来县地看一看他孩子 是如何在这种极限性量中成长起来的 身上厚重的防暴服 赵鹏有些喘不过气来 他一边平复着急促的气息 一边稳定着自己的心绪 因为接下来的课目最需要的就是冷静 一穿牌包服就赶紧往里走 带上工具进去处置 一到那一看就剩三十秒了 就首先就不管他剩多长时间 那就先把他这个基本的定录给他 看一遍 判断一下他每个人的作用 赵鹏顶住了压力 完成了牌包课目 他父亲悬着的心也放松了下 接下来 袁泽祥也将走进人质所在的厂房 执行牌包任务 这搜牌包不是我的强项 所以当时我穿上牌包服 进入厂房以后 我虽然很快地发现了人质 和身上绑的爆炸物 但是在排除过程中 我是比较紧张的 此时两人的分数基本持平 面对不擅长的课目 袁泽祥能不能保住 好不容易赶上来的局面呢 我经过了好长时间 我跟着每一个人线 我顺着线路往回走 排除失败 这会儿到下个团队 但是最终还是排除失败了 排豹的失败 又一次让袁泽祥 陷入深深的懊恼 为了弥补之前出现的两次失误 他能做的就是争一分夺秒 对于人高马大的赵鹏来说 战场救护转移伤员 完成起来几乎没有障碍 但袁泽祥的体重只有120斤 他搬运150斤的模拟伤员 难度可想而知 战场救护这个科目 对自己的体能消耗非常大 模拟伤员就重达150斤 所以扛起他来非常费劲 跑起来更是举步维艰 但是当时为了完成这个科目 自己还是有要坚持得下来 第三个内容是高空破席 队员们奔跑到近乎90度的岩壁前 他们要以最快的速度 攀登到50米高的山顶 完成快速10比10 在那里面的第二个内容是高空破席 在那里面的一场游戏 是一场游戏 向往又让人去不得特殊之意 日复一日的严酷训练 让每一个特战队员身上 都带有伤痛 但他们总会把乐观的 说枪技艺指向射击 对所有队员们来说 又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在队员被蒙住双眼的状态下 他们要在5秒内 对25米外的8个平行玻璃把 进行快速射击 这是一般队员 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首先它这个 对射手的要求还是挺高的 你在运动过程中 它是不是平的 那个动作有没有改变 它也是对你这个射击 是能不能命中 有着很大的影响 只要跟射击有关的刻目 就是赵鹏的强项 八发五秒 苛刻命中 赵鹏再次展现出 超凡的射击实力 令人遗憾的是 袁泽翔的表现 就有些不尽如人意了 射枪记忆指向设计之后 马上要进行的就是武装球度 按照规则 要携带装具迅速通过长30米 深1.5米的泳池 通过时 必须采用挖泳姿势 且双脚始终不能着地 武装球度 是袁泽翔最擅长的刻目之一 他成为参加选拔的36人中 完成速快 姿势最标准的队员 这样以来 袁泽翔又拉回了不少比分 接下来还有最后一个科目 勇士冲波 大家还有一次机会 终点有十二面红旗 谁独得 还有机会 备战 总队巅峰比武 同志们 听众没有 是 保证人员 平慢人员 勇士冲波 开始 队员们即将展开最后的笑脸 这也是袁泽翔超越赵棚的最后一次机会 武装球队之后 我当时是第三名 这第一名 勇士冲波 这是最后一个 唯一能超越他的一个机会 我一定要把握住 途中有一段距离是特别特别累 但是我知道这个不能走 这个跑这个冲山就是一口气 你如果这个蟹的想哭气 走两步 那就越走越想走 所以我这个全程都是一直在跑 这个衣服湿的 这个鞋也逛到水面 这特别重 然后腿也迈不开 那衣服湿了就贴在身上 一开始还行 中途有一段那个 拖度特别大那一段 然后那段顶上去以后 我就感觉这个 腿有点迈不开那种感觉 就有点刀凉快抽筋那种感觉 有点迈不动 然后就走了一会儿 然后又跑 再往后就得靠义力来撑着了 山顶上的十二面红旗 被一个个拔掉 这一次 袁泽祥夺得了第五面红旗 而当赵鹏冲到山顶时 最后一面红旗 和大一半不是 你应该跟着 我知道了 你也知道了 特别是 你啊 我这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这没有给第一名颁奖 第一名的获得者是赵鹏 到 今天在我们林口自己的训练场地 我想请出一位特殊的嘉宾为赵鹏来颁奖 有请嘉宾 一片空白啊 真是一片空白 但是他说有个什么特别的嘉宾 我也没看 然后走过来以后我看着我爸 心里一片空白 然后大脑里一片空白 啥也没 什么都没想到 就是一片空白 从小 父亲就是赵鹏心中的一个榜样 而如今赵鹏成为了一名军人 更是父亲心中的骄傲 下面我提议 我们向老人 是以最崇高的 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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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们 看到你们心灵的每一分一秒 我作为孩子的父母 既感到心疼 又感到不舍 在这里我向你们大家说一声 你们辛苦了孩子们 如果你们在坚固的路上 野战也有 永不赢去 他给我搬完检以后 然后不是他上台说话 我也听到他开口去说话 而且还是给我们所有人说鼓励的那种话 当时眼里话就出来了 他这次来 这个军系吧 他也会作为以后 我在这个特战这个路上的 一个纪念碑那种 他会给我很大的动力 一直推着我 一步步走向电波 我觉得特战队 这个太累了 太辛苦 但我作为他的父亲 我感到骄傲 在成功与失败的反复锻造下 特战队员们取得了一场又一场的胜利 走向一个又一个的巅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